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受邀出席竞选办公室主任,前新北市劳工局长谢仲达新书劳工问题,有见吗? 发表会,并以行动证件会形式公布三项劳动政策,包含加强劳动检查,推动零工经济协助方案及扩大劳工参与市预算,希望保障劳动权益,减少劳资争议。 侯友宜表示,劳基法修正,以利益修正策上入后,不断发生劳动争议,未来将严格加强劳动检查,并推动劳、资、政、学洁各方对话,政府必须扮演主导角色,促进劳资沟通。 侯友宜指出,新北市非典型劳动青年只有15%愿意转正职,剩下85%自愿从事非典型工作,人数约3.6万人,这些人是向往自由工作,想赚更多钱,生活弹性的斜杠青年,兼很多工作或达很多工的人。 他上任后将推动零工经济协助方案,分析就业市场与产业现况,帮助年轻朋友了解劳动法令,并开设免费训练专班,让非典型青年学友专长,接受讯期间补贴交通与时速费用,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。 侯友宜说,未来市府将拿出部分预算,扩大办理青年劳工参与式预算,透过公民审议方式。 决定预算如何使用,提供施政方向,由市府落实执行,并结合中高龄就业者公民审议共同推动。